好 现在就是韩国战利品分享 Part 2 对 我们继续来说 上次未说完的东西 虽然还是同一天 同一个时候 同一件衣服 同一个人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一个一个开始来说 我买到的化妆品吧 首先是Etude House的 Etude House的我买的是这三样东西 对 所以我是分两次去的 这一个睫毛膏呢 是我看她OK提 就是她有介绍 她买了好几只来顿货 就一直一直会不停回购的睫毛膏 然后我用了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定型效果也很不错 然后也没有暈染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然后这一个呢 是他们家新出的腮红系列 对 我买的就是偏西尼草色的腮红 然后我在韩国有用 觉得还蛮好用的 一点点就好 然后就可以推开 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还蛮显白的 就如果你是白的女生用了就会觉得更加的白 不好意思 我的手很黑 我买他们 这是顺手买的啦 其实 就是要给钱 所以我在他们收银台旁边 就看到 哇 也太可爱了吧 刚好我就是没有这种 Silicon Pad 对 那种上粉底的 然后我就看到太可爱 我就买了 然后它有附送一个袋子 就是来装它的 再来It Your House的Honey Sarah 相信你们也很常看到我用 对 之前我用的 这一个护唇液呢 它现在已经到这边了 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又回购了一个 但是它的颜色好像 有差别吧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是我用到是很少 它颜色就很浅 还是怎样 不知道 然后我必须说 止趟旅行呢 我完全没有买到任何的粉底 可能前一阵子 我买太多粉底了吧 然后也可能 因为我去到韩国 我就发现 它有太多太多样东西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我刚好就是 对粉底兴趣缺缺吧 那时候 我就没有买 不过我倒是买了一个 这个 素颜霜 对于他们W Lab的 这个素颜霜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可是在还没有了解之前 我以为它是一种化妆品 第一个我介绍之后 其实不是 它就是一个保养品 然后它就是他们 从米 大米里面 萃取出来的 那种 不知道白色素吧 还是什么的 所以它是没有 防晒的作用 也不是化妆品 也不需要卸妆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素颜霜 真的是必买了 然后用了之后 的确是 还蛮吓死的呢 一开始我用的时候 我也没有用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 有摆到吗 好像没有耶 它就是让你脸变亮去 然后我就从早上出门 到晚上 这样子 晚上的时候 我的家人啊 什么全部都说 为什么你的脸这么的白 可是我也不觉得 我脸很白啊 但就是 它会让我的脸 有透亮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产品真的是 还蛮不错 很自然很值得买 对 如果你有兴趣就是 没有想要买粉底 或者是想说 素颜的时候可以买一个东西来 让自己的脸有一种 微素颜的感觉 也可以买这个 很推 所以说到一半 我脸又敏感 从韩国回来 最近我的身体很热气 所以 只要我很热气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Misha的粉底 也是我 十分韩国旅行 买回来 最满意的粉底颜色 对 你们这样看 可能觉得它有点 脏脏的豆沙色 但是它上来脸上 就是会是 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一种 你看我今天脸就是用它 它就会让整个脸看起来 其实很自然很自然那种颜色 我把颜色调低一点吧 看到吗 它就让脸这种感觉 刷色给你们看好了 对 是不是超级显白的颜色 很显白 超好看 这个一定要买 但是我这里没有 应该是叫Pintichi Love Pintichi Love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继续 接下来就是我去Oli 先补充等一下 我会漏掉的 这个Angel Aqua Daily Cica Cream 我会买它是因为 店员跟我推荐说 这个超级适合敏感肌使用 没有Paraben 而且很低化学 目前我天天都在用它 觉得还不错 很保湿 而且皮肤很适应哦 Oli Pion的时候 我会去买到这些产品 首先是Luna的 这一个 这一个叫Long Blasting Corrector 对 就是我这边有暗沉啊 比较偏黄的地方 可以用这个紫色的 修正液啦 它质地你可以看到 超级的水润 然后不会很厚重 对 因为我最怕就是 这种修正液 最好是不要像遮瑕膏 这么的浓稠 以前我买到就是这么浓稠的 然后我看到的是 Lanege它家也是有出那种霜头修色的 然后我看是条状的 我也不敢去试 因为我感觉那样子 就会比较浓稠 反而这种比较水感的 我就比较喜欢 还是很明显 看得出吧 它就在这一块 而且它也不会让皮肤有那种厚重感 就非常的薄透 然后又非常的有效果 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 我手这边就亮了一块起来了 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去 去试用这个Luna的 紫色的修正液 那其实颜色我是没有试过 对 但质地应该差不多吧 然后他们就送我这个 也跟我之前就是买OPPU OPPU 之前我有买到OPPU他们家 就是你知道连接型的 里面有四个刷头的 看到吗 它有不同不同的刷头 它真的是蛮方便的 当然是这样看啦 我还是比较建议 你们可以买OPPU的 因为它的刷头相对的比较大 而且看起来质感也比较好 对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 这个就是吃饭 我在韩国呢 走进CLURE 唯一带出来的两样东西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口红 对 这个叫做MAD 其实它算是软唇液 但是它说是疯狂的哑光 软唇液 对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 1号 Natalie Red 还有6号 Eternal Coral 对 这两个颜色我超爱 因为看得到 我嘴巴现在这颜色 就是这个6号色 超美的 就他们两个上色上去呢 一浓一淡 你想要浓也可以 你想要淡也可以 然后 早上早早 如果你画出街的时候呢 它算是全装满 然后 到下午你吃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可以再用护唇液 然后 嘴巴抿一抿 它的颜色就会混合起来 变均匀了 刷色点 你看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完的话 我再卸掉 你们就会知道 它染唇效果多强烈 就算是现在我这样子 说上去 可能 过个30秒 我再卸掉 它还是已经染唇的效果上去了 好 那现在我要卸掉我手上的这个颜色 给你们看它的 染唇效果 多厉害 对 现在我已经很用力的在搓 很用力的在搓 对 很用力的在搓才这样 而且我刚才说过 才那几分钟的时间 因为之前我有一次我试试在手上之后 我直到录完整个影片 我才擦掉 但是擦的时候 它的染唇效果比这个还深 对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没有认真去洗它 它在我手上停留了最少两天 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用这样子的 染唇膏的话 卸妆一定要卸得彻底 然后用油性的就可以卸掉 因为这是水性的 所以它只能卸到这个样子 这次OPIO的产品 卖了这么多 放到大腿上一个一个给你们介绍好了 首先这个呢 算是他们的妆纤露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firstglow serum 算是在上妆之前给脸保养 然后有那个光泽感 今天我的脸就有用它 你们有感觉到 今天我的脸好像水分特别充足 然后都有那种很好看的水光嘛 就我有用它 它是这种里面有金箔型的那种胶 然后 质地呢 对我来说其实 它质地对我来说 算是非常清爽型的那种 但是味道我不是很喜欢 味道有一种 像香水的味道 但是呢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我对它没有抱太大期望 因为香水味呢 已经让我觉得扣分了 但是 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 之前我用这个Dior的气垫粉饼 不是觉得 还蛮干的嘛 尤其在空调的地方 就会让我的皮肤更加的干 因为在空调下 我的皮肤 过了几个小时 就会呈现一个超级超级干的状态 结果我用了这个之后呢 再用这个 皮肤居然没有这么干 然后到晚上呢 整个脸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 然后保水的那一个功效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觉得 对 那这罐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目前我还不觉得它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 比较经济的话 可以买它 对 因为我的脸很干 所以我就觉得 我需要找一个很保湿的撞前炉 目前还在寻找这 但这一个 也是我觉得 蛮不错 蛮经济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 蛮出名的这些香水 它是长个个样子的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铁柱 所以这还蛮出名的吧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对 然后我还蛮喜欢Freesha 这一个味道 因为它很像 我有那个Ju Malone的那个 英国泥的那个香水的味道 是蛮像的 但是它的偏甜一点 这个Freesha的偏甜了一点 但持不持久什么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所以我就买了 所以说是想说 也可以送朋友啊 还是什么的 然后 对 接下来就是我想买很久 他们家的 对 三色腮红 对 我买的是橘色系的 它颜色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去很多间 他们这些都卖完了 然后我刚好去到明洞的一间呢 它还剩这一个 然后 我就立刻买了 对 但是他们说吃鞋 这一个盘 他们都不会再出了 可能就是出新产品 因为他们的变化很快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眉笔 还有软眉膏 对 我的眉毛现在用的也是他们的 看得到吗 我的眉毛现在用的就是他们的 然后 对 这个眉笔也是他们家新出的 我买的是比较偏 呃 这种浅可可的颜色 你们可以看到它颜色蛮浅的 你要重复对叠 它才会比较深 所以呢 新手买的话很不容易失手 对 而且它价格又很便宜 刷子超可爱 就是这种刷子型的 然后 毛也 不错啦 就是蛮好刷 然后软眉膏呢 我会买也是因为你看 它刷子超级的 幼 这样子失败率很低 我直接这样子刷都不担心 会刷到我的这些皮肤啊 就几率会比较低 然后我买的也是这种 就是 比较可可色 它颜色就是大概这样 变大变色一点 再来这个Opucamon的睫毛膏 是双头四的 然后就是一个上睫毛 一个下睫毛 这是下睫毛的 也是超级幼的 只是因为看它们刷子 都这么的幼 这是刷上睫毛的 然后内心觉得说 哇也太精致了吧 一定要买 但是我用了之后 我就觉得阿艾无限适合我 对 那这个睫毛膏它比较适合 就是眼睫毛 本来就是向上翘的那一种人 如果是他们用的话 就会很好看很好看 因为它刷起来呢 其实真的是根根分明 很细致很细致 但是呢 因为它的质地是很软的 所以你的眼睫毛 就算夹得很翘了 之后涂了它 它还是不大能撑得住你的眼皮 除非你是 已经是双眼皮了 不需要用睫毛来撑着眼皮 那你也很适合这一款 对 只是 如果说像我们单眼皮女生的话 诉求还是 呃 质地比较硬的睫毛膏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的适合我们 因为眼皮就会压着那个睫毛 对 总而言之它效果来说 算是蛮好 有蛮适合明媛贵妇气质型的那种 但是 对 就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我 然后 这个 是它们的睫毛膏卸妆液 对 它上面呢是透明的液体 就是油吧 然后 你这样子刷在你睫毛上面 然后再卸掉 这样子 但这是送的啦 但我也是还没有用 最后最后最后 就必须要说 它们家的口红了 是不是 很兴奋 对不对 我也是看了 Holo Katie介绍之后 才去买了它们家的口红 我们看刷色 哇 刷色超美的 这个橘色是超美的 有点肮脏橘的感觉 然后有点南瓜色的感觉 然后再搭配它的红 你看这个红多美 它颜色都超美的 但是我告诉你 它就是liquid lipstick的那种质地 就是上在你嘴巴上呢 它就会是蛮厚的 就是它质地呢 算是厚的 然后你的嘴巴 就会看起来很欧美 很bo 我觉得我应该会 两个颜色都试在嘴巴上给你看 这个看起来像是 肮脏橘的颜色呢 其实在现实中看它 干了之后就是超级哑光 而且还是很不沾杯的那种质地 对 它还是稍稍会晕一点颜色出来啦 但我现场这样看呢 它已经变成一个 暗的豆沙色了 然后刚才那个比较亮红色 它现在干了之后 也变得比较橘色了 哇哦 其实这个颜色呢 我是第一次用的 因为之前我都是用那个南瓜色 然后觉得超级不适合我 然后现在这个厚度呢 让我想快快先去试茶它 诶诶 它太快干了 真的很快干 它干掉的时候我就不能对它做什么了 所以你看 我现在 我是跟着我的唇线在用的 对 涂好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嘴巴应该画更小一点 就不要照着我唇线 所以我会觉得我嫁悦不了这种粗糕 我觉得你们喜欢这个颜色吗 我感觉是蛮不适合我的 但是你就这样看 其实这颜色是超级的漂亮 就是close up的样子 然后我们上这个橘色 有了上色教训之后呢 这一次行动要更快 不要涂到太大范围 好 这次擦的就没有这么大范围 而且用的比较快 再close up一个 就这样 对 可能我今天眼妆画的比较浓吧 就感觉今天这个南瓜色的唇膏 跟我眼睛可以匹配 对 就在同一个阵线 没有说一个绕前一个比较厚 嗯 OK 算是一个美好的ending了 所以conclusion就是 这两支唇膏呢 它需要在浓妆的时候画 或者是说你的眼睛 非常非常幼深 或是比较跑的 那种情况下画的 对 否则还有就是初学者 就比较不建议 因为会一不小心呢 这个唇膏就会 我觉得会蛮难控制的 而且这种它好像要很好的描绘 那个唇型 否则那个嘴唇就变得 画得好像歪歪的 或者是很不均匀 现在我就觉得 这一个 我的嘴唇被我自己画得很不均匀 好像 这一边的唇膏比较高 然后这一边又比较少 唇膏的那种感觉 哎呀我的天哪 好了各位 所以今天我的韩国 我将你的影片就告诉你 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哈哈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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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